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抄袭必究 谢谢最近有着更耐人寻伪的事情出现了 很多人都是对着这件事情发表了非常多的评论 可见它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现在信息非常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的时候 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明星的新闻了 因为关注的人非常的多 最近又有传言说 薛之谦和李小露之间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这一下子可热闹起来了 不知道党事人是怎样的 但是最受伤的估计就是贾乃亮了 先跑开这件事情了真假不说 更为主要的是这件事情的影响 因为他的妻子刚在前一段时间 因为一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现在又多出这样的事情 可想而知贾乃亮本人该有多难受呀 老是深入这样的舆论漩涡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该怎么办呢 最主要的就看一些人的反应呢 反正贾乃亮是第一时间出来反驳了 看来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妻子的 应该是实力破解了前面的不合传闻 现在发生的事情又叫做啥事了 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下这件事情的过程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发表了微博 内容看的都让人感觉伤感 大意就是不想再去管这些事情了 也希望大家在评论的时候 不要再提及他 以后的日子他会一个人好好的过下去 不再受各种事情的影响 一番话下来 让人都特别的心疼这位阳光大男孩 本来有着一个大家都很羡慕的家庭 但是在今天 有没有了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从他的态度来看 确实是有点那意思 不知道还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女儿忍受下去 扯断话的信息量好大 让人们纷纷开始猜测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支持他做的决定的 但是对于他的妻子来说 只能是好自为之吧 其余的就不多说了 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实在是不想再说啥了 一手好牌硬生生让自己做没了 前段时间的影响刚过 现在又来个这 你让人怎么接受的呢 不过 一些话还挡着事情 都清楚的时候再说话吧 下现在说这些有点早 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希望贾乃亮真的能想他说的那样 不受任何人的打扰 安静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他承受的已经够多了 再把一些事情推他身上是很不公平的 但愿他能安静地生活吧